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家長會問 彭Sir究竟小孩應不應該學 母語以外的其他語言 當然在香港大家都很擇以為常 就覺得中文、英文 而中文又問究竟 普通話和廣東話是否可以同時學 而我自己經歷過見小朋友 可以學到中文 一、二、三 接著又可以A、D、C 即是中文、英文 有些小孩我們試過 在四、五歲的時間 已經能夠聽到六種語言 講到四種 因為媽媽那邊有三種語系 爸爸那邊有三種語系 他竟然六種都能夠聽得明白的意思 而自己能夠表達到四種 那是否人人都這樣呢 實際上好像教宗 或者某些國家的人士 有些人是可以真的四、五種語 事實上我們應而有二時期 我們的左路有一個語言規域 是自然被刺激的 所以如果說語音的刺激 對小朋友來說 在二至五歲是黃金期 但滑雪回來 是否越早刺激越好呢 如果小朋友單一無語都不清晰呢 而我們嘗試 想去學多些其他外語 有時可能是本末倒置 所以大家家長要注意 基本上騙到第一種語言 就可以嘗試加第二種 然後再考慮情況之下 可能第三種 一定要因應著小朋友的語言 有沒有天分 他有天分的 就像有些人大胃王 可以吃很多東西 但有些人胃體小一點 就要少吃多餐 要慢慢 就先在冒浴打號機床 讓他語言背後是刺激到思常 就不要因為希望語言多 而反而混練思維就得不上失了 就這樣會不會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